玉蓉 我想做官 不仅是在幽州 我还想往上爬 我想做有能力能影响这天下人的大官 顾九司为户部侍郎 叶士安为正妻品右司剑 审明为从六品殿前司骑君指挥使 钦此 谢主隆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东都 开局 顾大人留在户部可惜了 陆某看来 你去御史台监察百官倒是极好 小九司 舅舅出来了 好久不见 凤凰这种东西非梧桐不期 非轻路不已 洛某这个人天生反骨 不过 若是柳夫人 在下心甘情愿被骗 顾九司 你以为我周高朗 防的是陛下 周大人与陛下是生死交集 太子陛下 切勿于其 我防的是太子啊 看来 东都 要有场大雨了 国库掌握算下来分明有四千万 陆勇却是向上承报了三千万 仓部侍郎刘春被查出贪污 彻查国库是早晚的事 陆大人 总得有人来背奴用酷炎这个鬼 顾九司儒 可刘春他 这活人能神 死人也神吗 小夫人 小夫人不好了 行不得人说 公子与刘春被杀一案有关 将公子带走了 什么 栽葬险害 脏炮了 听说了吗 顾家是牢杀人啊 可不是嘛 看着思思问问那个公子 竟然也会私吞酷乙 越不入流的人 婚配越是随意 柳玉如是不错 可商骨之流 终究登不上台面 顾大人前途无量 若成了驸马 刘春的案子 你也就不必担心 父皇 国库是什么 国库就是咱们家的钱袋子 臣子 那就是我们家的奴才 奴才从主子钱袋子里拿钱 主人就该将其打死 金朝出力 总不能因顾九司坏了规矩 子清 我们虽然是兄弟 可你要记住 我是君 你是臣 臣 遵旨 顺田府门口的骨 已经好多年没人动过 骨面藤万缠绕 长满了清淡 就此 若官场争斗害你入狱 那就由大下律法 为你深渊 切身不留事 求见天子 为父深渊 不过夜 我才不开心 不过夜 羽然小组